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是Tian OK 我们今天呢也是做这个手机开箱 就是最近讨论度特别高的就是这个 小米11 因为小米11的话近期才在 中国上面发布嘛 因为马来西亚都还没有发布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 我们就来做这个小米11的这个开箱 OK 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 它的主要的这个卖点 它的卖点就是这个 好轻好薄一块好瓶 所以它一大卖点就是它的这个处理器 因为它是用这个高通骁龙Stack Dragon 首发骁龙888 因为之前的话是865嘛 所以865的话直接 其实是直接跳过875 它跳过875直接去到这个骁龙888 其实这个骁龙888的 寓意就是代表其实因为 我们都知道现在要过年了嘛 所以我们华人的话都是喜欢 就是888就是发发发的意思 从865直接捞过去 875然后直接跳到这个骁龙888 工艺也是去到这个5纳米的这个工艺 它的屏幕的话是用这个 2K AMOLED的这个 4曲面屏 然后再加上有这个 11色的这个色屏 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 喇叭的话 它Harmor Garden的这个 喇叭的这个 音质 所以来讲的话在声音方面的话 它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 这个camera也是用这个 1亿像素的这个camera 然后再加上轻薄机身 OK轻薄机身的话再配上 4600mAh的这个电量 55W的这个 有线三充 OK这几项就是它的主要的卖点 全新的骁龙888是属于 小米拿到它的首发 所以小米拿到它的首发 所以它的这个晶片也是属于一个 一大突破因为它用的是 5纳米的这个晶片 所以5纳米的晶片等于它的这个 晶片属于比较小 所以比较小的话它的空间会比较大 所以来讲的话它的整体的这个机身也是比较薄 再加上它的这个重量也是属于比较轻 但是电池它又加大给你们 因为如果是讲以 之前865跟现在888的话 处理器的提升的话 官方数据显示的话大概是提升了25个percent 所以25个percent的话其实来讲的话也是提升到蛮大的 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图像显示的话也是 跟之前如果是骁龙865底的话 它也是提升了一个35个percent LPDDR5然后这个是属于满血版的 OK因为像之前的话也是有这个 LPDDR5是属于没有满血的 所以它的这个 速度还有它的处理的那个速度是没有到这么快的 所以如果满血版的话 它的这个提升的话16个percent 所以16个percent的话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来的 电池就讲到它的电池是 4600mAh的这个电量然后再加上它的充电的话 它是去到 55瓦的这个有线散充 然后它也配上了这个 无线散充 无线散充的话它是配到50瓦的这个无线散充 然后它的这个充电的那个 时间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55瓦的这个充电 它是40分钟就可以充到100 然后如果是讲无线的充电的话 它是53分钟 OK然后在这个屏幕上面呢 因为它是小米官方是有显示到是这个屏幕啦 是目前来讲的话啦 以现在这个阶段来讲是属于 比较顶级的一个屏幕来的 因为它的这个萤幕的话是用这个2K 然后AMOLED的这个screen AMOLED的这个 四曲面屏 就是它是四边都是曲面的 所以来讲四边都是曲面的话 都是 再配上这个AMOLED 再配上这个2K 所以颜色方面的话真的是 是 跟之前的 如果是讲 普通的AMOLED或者是 Super AMOLED的话 它真的是提升到很多啦 Colin Corella Class的那个镜片的话 它也是用到第7代的这个镜片来的 所以第7代的镜片的话 它的这个防装机的这个 耐度的话也比之前的话提升了是 蛮多的 它的这一次的话 它的萤幕的这个刷新率是去到 120Hz 然后它的触控采样的话 它是直接提升到这个 480Hz的这个触控采样 因为之前的触控采样的话都是 去到240Hz嘛 所以来讲 280Hz 240Hz 然后现在它直接提升到一个 480Hz的这个触控采样 所以对于如果是玩游戏或者是属于 Touchscreen的那个敏感度来讲的话都是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啊 然后再加上它这一次的话也是用这个 HDR10 Plus的 所以在 各个方面的话 颜色方面跟触控采样方面都是 算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然后camera的话它也是用这个 1E的这个像素 所以镜头模组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上面的话就有支持108的这个1E像素 然后再配搭了这个13Mbps的超广角的这个镜头 然后再配上这个 5Mbps的这个长焦镜头 OK然后再配上它的这个LED的三光灯 还有它这个 传感器啦 参数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它主要的卖点就是这个 高通骁龙888 然后它的这个ram的话是用这个 这个LPDDR5满血版然后这个WiFi6它也是用这个增强版的 然后电池的话是用到这个4600mAh的这个电池 然后它也是支持这个55W的有线这个快充 再加上50W的这个无线快充 还有这个10W的这个 无线反充 然后萤幕方面的话它是用这个2K 然后再配上120Hz的这个 4曲面的这个AMOLED的这个 screen Ee像素啦 OK然后在speaker的话是用这个 Harmor Garden的这个speaker 刚刚我就有讲到 OK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给大家看到就是 它这一次的重量 这一次小米把它这个款式的重量控制在 200g以下 所以这一次它的重量是 196g 然后是属于玻璃版 还有另外一个是属于 素皮版就是皮革版 皮革版的话它就比较轻 那个的话是194g 高通骁龙888 然后它的这个 它用的是比较新的工艺就是这个5mm就是5nm的这个工艺 然后最高超频的话是可以去到 2.84GHz的 这个RAM的话它目前的话是有这个8GB RAM 然后 再配上128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的话是12GB RAM配上256GB的内存 萤幕的话它是用这个6.8亿尺寸的 所以萤幕方面它也是属于比较大因为它是曲面屏嘛 所以曲面屏的话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萤幕也是属于比较大的 然后它的 regulation的话它是去到了2K 所以2K的话是可以去到 3200x1440的 然后它的这个最高刷新率的话是可以去到120Hz 然后它的这个 萤幕触控采样的话是可以去到480Hz的 然后它的色域的话是100% 然后P3色色的 CAMERA的话它是用这个 11像素108 然后再配上超广角 13MP 然后再配上 500万的这个 这个长焦距离的这个 CAMERA LESS 然后前置 CAMERA的话是 这个是2000万的这个超轻的这个 CAMERA LESS 就是20MP 就是前面的CAMERA 电池的话它是4600Mbps的这个电量 然后再配上这个 55W的这个有线的这个闪充 然后配上50W的这个无线闪充 跟10W的这个 无线反充 OK然后 SIN卡的话它也是一样用两张SIN卡 OK有谣传是讲可能 之后我们马里西亚发布的话是一张SIN卡吧的 所以来讲现在目前我们测试到这一台的话 它是属于两张SIN卡的 然后它的这个WiFi的话也是一样支持到这个5GHz 跟这个2.4GHz OK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画面上面就是这个 小米11 小米11的话主要下面的话就写到它的卖点 就是有这个108的这个AI相机 然后再配上这个Super AMOLED Display 然后HDR10 Plus 然后再配上这个Harmor Garden的这个Speaker Function OK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到侧边就是有这个小米11 OK小米11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盒子也比较薄掉 它薄掉的原因呢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看为什么 OK现在这个版本的话是11咯它是蓝色 然后我手上这个是8GB量256GB内存的 OK然后我们给大家看完它的这个 旁边的这个设计了之后我们把盒子打开 OK我们盒子打开的话就看到一个小米的这个logo 然后我们把这个盒子打开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有包括什么 OK我们现在把盒子打开就有看到就是有包括这个开信卡的这个信卡针 然后还有在附送这个是它的这个说明书 然后里面的话就有附送这个透明的这个 硅胶的这个软套 OK这个是后套啦就是后透明的咯 OK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到就是这一台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小米11 OK我们把它放旁边 OK然后正常来讲我们打开应该会看到有 充电器跟充电线吗 但是这一台它就是没有因为它是 环保版 所以就没有这个充电器跟这个充电线的 OK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看到这一台手机 这个后面是它的这个设计 后面的是上面的是三颗它的这个镜头 然后下面那个是它的这个 传感器 OK然后它的 它的后面的话是属于蒙杀版本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底部底部就有它的这个speaker 然后跟这个它的扬声器的这个 麦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TAP-C的这个充电 然后再配上这个 双信卡的这个信卡位置 然后上面的话就有这个红外线咯 再包上这个是麦的这个 这个它的sensor 然后再包括这个是它的speaker OK然后再给大家看到就是它的这个 上方还有这个 Harmor Garden的这个字眼 就是它的这个字是在它的这个外壳上面的 OK这个是它的一个设计啦 OK我们再给大家看它的侧边 侧边的话就有这个Value Button 跟这个它的Power Button OK所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 Design的旁边它是属于曲面屏的 OK所以看到就是它是属于一个曲面 但是它的这个四个脚边其实是比较的那个 厚就是它其实就是包括它四个脚边上面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正面 就是它的这个screen 所以它的下巴也是属于比较窄啦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Fullscreen 全屏 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到就是它的上方 这个是它的camera OK然后它的上方也是属于比较窄边的 OK它的萤幕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萤幕 真的是很漂亮 因为它是2K infrared 所以来讲 讲它是现在目前 萤幕上面的一个 比较顶配的版本 其实是真的因为它的颜色真的很漂亮 OK我们给大家看完它的这个开箱之后啦 然后我们先打开这个设置 然后我再去到这个我的这个设备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OK这一台的话就是这个小米机型 小米11 然后在这个 运行的这个内存的话 它是用到这个8个GB的内存 然后萤幕的尺寸的话是这个 6.81 然后它的这个分辨率是3200x1440的 然后电池的话是这个4600mAh的这个电量 然后处理器的话是用这个高通骁龙888 然后前置camera就刚刚有讲到就是20MP 然后后置的话是108再加上13 再加上5 OK所以这个是它的主要的这个 配置 刚就讲到它是有一个可以自己选择的那个颜色 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个调色啦 然后有鲜艳还有颜色这边 然后我们再出去给大家看到就是 还有包括它的这个 分辨率 萤幕分辨率的话 它是可以选择 Full HD Plus 超高清 的这个显示 它是属于resolution是去到2400x1080 或者 你可以选择这个WQHD Plus的这个 极清显示 So它这个resolution就可以去到更高 它的resolution就可以去到3200x1440 所以是更清晰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两张图就是它的这个 屏幕的那个显示的那个差别 所以你们就可以看这个物质 如果我们现在是用这个2400的话它的物质其实就是属于比较多格子这样子 然后但是如果我们换去这个3200的话它的解析度更高所以你就看到那个物质的还原 就会更加的好 所以来讲的话你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个萤幕的分辨率的这个调节啦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在这上面的话它就有60Hz的这个萤幕刷新率跟这个120Hz的萤幕刷新率 所以萤幕刷新率的话它是目前的话是 最高是可以去到120Hz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刷新率的话你们可以看中间那个 白色小球 白色小球滚动的时候的流畅度可以看到120的流畅度其实更加顺畅 因为60的话其实它还会有一些 卡顿这样的一个状况啦 OK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完就是这个 AI的这个画质引擎 画质引擎的话你们可以在这边来去看 如果是讲这个 超分辨率增强的话就是 当你打开 它可以运用在就是video上面 所以video上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还没有开启跟开启的时候就是有 后面那一道光过来的就是 它已经更开启了所以它的颜色就会更加的漂亮 动态画面补偿 动态画面补偿的话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 运动节目或者是我们在看一些 就是足球类还是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滑雪的 所以你看你开启了这个动态补偿跟没有开启 其实 它是差蛮远的就是在它瞬间的那一个 画面的话它捕捉到那个画面更加的流畅啦 所以如果是讲你们有喜欢看就是运动篮球啊 还是你们喜欢看足球的话 你们都可以开启这个 动态的这个 动态画面补偿 所以它就可以把这个画面去到更加的 优质 边缘防误触 OK因为我们 如果有用过这种就是曲面屏的 手机的朋友都应该会知道就是 可能有时候我们的手 握着旁边的时候 可能会不小心误触到旁边的那个 这个area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旁边有一个红色的area 就是它小米这一次它很贴心就是有 做了这个 就是边缘防误触就是当我们的手这样抓着的时候 我们的手不会误触到它的这个屏幕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调节 智能或者是这个 超强的这个防误触 你可以看到智能它的红色的边就比较细 当我开启这个超强防误触的时候你看旁边的边就比较厚 所以比较厚的话就是当我们的手在抓上去的时候也不会误触 触触到它的这个屏幕 所以就很多人就是不喜欢用这个曲面屏就是怕会误触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来作为一个你喜欢的一个调节 就是看你怎么样去调节在这个地方 你都可以就是来调节就是 避免它就是 不小心你在抓着手机的时候会误触到它的这个屏幕啦 OK所以这个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咯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 手势的这个 快捷键咯 手势快捷键的话它在这一次的话它就是有像三直截屏啊小爱同学这种 然后另外一个的功能就是它有这个 背部轻敲 背部轻敲的话就是等于你这边 背部轻敲两下你可以开启什么样的功能 假设我现在是开启这个背部轻敲的话是 两下开启相机你就可以 敲它后面的这个后壳 两下 OK当你开了它两下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就开启这个camera的这个方式 所以来讲这个是之前我们敲屏幕嘛现在你可以敲后面 所以来讲屏幕敲完你可以敲后面所以你 等于你要开的那个快捷键的方式你可以setting到蛮多的 所以有什么功能的话你都可以在这边来去 调节啦 OKcamera的方式的话在拍照的话这个是它的这个 广角 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1倍 然后它zoom的话这一台手机最高是可以zoom到30倍 OK这个是最高可以zoom到30倍 然后我们再回来这个录像录像的话它在这一边的话它有做了一个防抖的提升 防抖的提升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有三个part给你们选在上面 你可以开启这个防抖的话是超级防抖 你可以再开到另外一个它是 超级防抖pro的版本 所以等于防抖方面其实它有做了三个level去给你们去更换啦 就看你们防抖的那个程度要到 即抖了如果你真的是很抖的话你就开到最高的那个pro的版本 OK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 画质 如果是video的画质的话它是可以支持720p 然后 再上去的话就是1080p 最高是可以去到60帧 然后4K的话它也是可以去到60帧 然后8K的话它是目前只支持到30帧 OK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到这个就是它的这个video的这个帧数啦 然后这个的话是它的这个专业版 专业的话就是属于如果你要拍一些比较专业的画面 它这边有那些水平线啊还是九宫格那些东西你都可以 就是调出来帮助你拍摄啦 然后这个是属于人像拍摄 人像拍摄在这边 OK然后你可以看到在更多这边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夜景拍摄啊 然后这个108的这个 主镜头像素啊 还有这个短视频啊 全景啊 文档啊 ROG模式啊 还有这个慢动作啊 岩石摄影啊这个前后双摄 这个电影镜头啊 AI水音这些都是有的 OK所以在这个拍摄上面呢它也是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提升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到就是它的这个 夜景 OK夜景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夜景我们通常是拍摄照片嘛 但是它这一次它下面多了一个就是 夜景的这个 video模式 OK所以夜景的video模式的话就等于如果是讲你在 晚上想要拍一个就是 灯光不佳的地方你想要拍一个video的话 你都可以就是 开启这个 夜景的这个 video模式 然后来拍起一些夜景的照片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到就是前置的camera OK这个就是前面的camera OK这个是它前置的相机 然后我们再开启这个录像 前置的录像的话最高是可以去到这个 1080p 60帧的这个帧数的 OK然后这个的话是属于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相机测试嘛 然后我刚才有去了户外 有测试过这一台手机的在户外拍摄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现在来放给大家看 OK这个是属于照片拍摄 所以我是用这个是属于 这个108的这个像素来拍出来这个 相机的这个 这个照片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 这个是在高空上面 4楼大概是4楼这样的拍下来 所以在上面 拍下来的照片 然后这个的话是 拍起它的这个 zoom的模式 OK这个zoom的话我刚刚是有测试到他可以zoom到30 倍的左右30倍这样子所以30倍最最远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他可以拍到一个蛮远的一个距离啦 所以大家可以看作为一个参考了这个是zoom的模式 然后这个的话是开启了这个 防抖模式 所以我是开启了这个防抖模式的话在我走动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画面就不会太过摇晃 所以画面方面的话他不会太过摇晃的话 所以在这个的话就是我开启了这个1080p60帧的这个帧数 所以开启60帧的帧数的话 其实还是属于很稳定啦 所以看起来的话画面都是还是很漂亮的 OK然后这个是属于前置的camera 前置的话就是我开启了这个 1080p60帧的这个帧数 所以在前面的这个前置camera的表现的话其实也是很不错啦 因为他的帧数可以去到60帧 OK你开启了这个健康的时候你可以开启这个 新测量心跳 就是这个心跳频率 OK你开启这个心跳频率的话你可以按下这个红色的这个button OK你的手指就可以放在他这个指纹的这个 area 所以你放在这个指纹的area 他就会有一个秒数去帮你测试你的这个心跳 OK 所以很多手机基本上是 还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如果要测量心跳 我们可能都是需要用到手表这些东西 我们还是手环的 我们时常看到有这个功能 但是这个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 他的这个 手机他就可以利用了这个拼下指纹的这个功能 来做一个就是心跳检测的这个 这个这个测试 所以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啦 所以如果你手上没有带着运动的手环呢 什么你可以用这一台手机 再开启这个 测试 然后来测试你的这个心跳 这个的话也是属于这个小米11 就是比较 新更新的一个功能啦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功能 OK然后在这边也是有运动 就是你可以记录你走路的步数那些都是可以在这边做一个记录的 在 之前我们也是有做了这个安兔兔的这个测试跑分 所以在我手上这一台的话他的这个跑分是可以去到 70万然后7470分的 所以这个分数来讲的话也是相当的高 毕竟他用的就是 目前就是骁龙最新的这个处理器嘛 骁龙888所以他的这个分数 是肯定是要 比较高的所以才对得起他这个手发的这个 骁龙的处理器嘛 然后我们来进入游戏测试给大家看一下 OK游戏测试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开启他的画质 画质的话可以去到流畅最高是可以去到极限 然后均衡的话最高也是可以去到这个极限 然后高清的话最高也是去到极限 然后HDR也是去到极限 然后今天我们测试的话就去开启这个超高清 再把所有的这个 画质跟那些他的Infect全部开到最高 因为他现在来讲的话是目前最高配的这个 处理器在骁龙上面所以来讲的话 我们要测试一定要把所有的功能全部把它打开 所以我们才可以做到一个 就是很好的一个评测 因为这台手机的话如果有了解的朋友啦应该都知道就是 现在这个骁龙888的这个 讨论度是非常的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是 中国方面的朋友可能已经拿到这台手机 他们就开始做测试跟评测嘛 所以他们就会开始测试到 讲这个骁龙888有很多就是 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会有就是 很烧很烫的这个发烫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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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言 所以来讲我们今天就有来去做一个测试 然后给大家看 因为其实手机会发烧会发烫的话 其实就是主要是看他的这个 处理器啦 因为处理器的话当你玩的游戏很高 的那个画质或者是他现在处理的那个 画面很高清的话 他都会有一定的那个温度啦因为他要去 process他的那个画面嘛 再加上这台手机的话是配搭了这个 超高清的这个2K的这个萤幕 所以来讲的话他其实有一点温度我觉得 是正常啦因为 如果你配搭了一个很普通的这个screen 或者是 你用的是那些他的这个画面 没有办法去到这样高的话 当然你的手机可能就不会到这样少 因为他的这个 画面跟他要求没有到这样高 因为这一台手机的话就可能 很多人对他的 要求就是可能 超过那个想象啦 就是很多人觉得 这个骁龙八八八就可能 应该是可以完全 就是不会 很烧啊这些问题 因为其实来讲的话 在玩游戏方面的话他有这个表现其实已经是很不错 因为他用的就是这个 比较首发的这个处理器嘛 因为毕竟其实这一台手机 他不是gaming手机 因为像如果你 比较起来如果你是 专门你是要拿来玩游戏的 你可能可以考虑像那些游戏的手机 就是gaming手机就包括是 ROG啊还是那些 Lenovo的Legend Phone啊 还是那一些可能是 黑鲨手机啊这些的话都是 主推就是 打游戏的嘛 所以如果我们 要拿这一台手机我们要打游戏当然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讲要来比较他的那个温度的话我觉得就 可能他还没有到啦因为他 这台手机的定位不是在于玩游戏嘛 他不是 点名手机嘛 所以来讲的话他会 就是讲有一点温度其实我觉得是 正常啦但是不会讲太过 烧或者是太过烫那种我觉得都是 还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主要其实 这台手机的定位就是在于他是 属于比较轻 因为他在这一个手机上面他放了这个电池也是属于比较大就是 4600mAh的电池 然后他就是 给这台手机属于一个定位就是属于比较轻 所以你要可能拿来商用啊或者是你要玩一些游戏啊或者是你要拿来 拍一些video啊他都是 很好用的因为他 里面的配置哦都是给到就是 比较顶配的就是属于那种旗舰才会看到的一个 配置了 所以旗舰该有的配置 他都会有啊因为 你可以看到 像他的这个处理器就是用最新的嘛 Sofar888 然后他的这个 快充也是用到这个55瓦的快充 然后他又有支持这个 无线充电Wire charging 50瓦的这个Wire charging 然后再加上他给到你们这一个 降高清的这个萤幕 因为他的萤幕的话的画质真的是很漂亮因为 他的画质是去到2K的这个画面嘛 所以2K的画面来讲的话他画质一方面 就是可以看到他的画质都是属于比较 高清所以他还可以在这个 画面上面还可以呈现出来 所以来讲的话在这一台手机的 喇叭他的声音也是属于 一个大的提升因为他是用这个 Harmor Garden的这个喇叭 所以Harmor Garden的喇叭来讲的话是属于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再加上续航力因为他续航力也是去到 4600mAh的话电量也是属于比较 大的一个续航力了的 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萤幕的刷新力是 去到120Hz的萤幕刷新力 再配上这个 480Hz的这个 触控采样就是这个萤幕触控采样 所以这些提升来讲的话我觉得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了的 因为在早前很多人看到这个 Memoration这边发布了这个 小米10T嘛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小米10T他配了这个 LCD这个 FHD Plus的这个screen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对他失望嘛因为 像很多人觉得你 小米10T的话可能就要配到 AMOLED的screen还是配到Super AMOLED的screen嘛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小米就会听到你们的这个新声 所以他就是把萤幕 来配到一个最高端的这个 业界最高端的这个2K的这个萤幕 OK温度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现在目前这个CPU温度的话是45度 45度的那个温度 然后再给大家看到他的那个电池电池的温度是35度 所以如果是讲以目前这样子来看的话我玩游戏大概是10分钟左右的话 然后45度 46度左右可能最高有去到48度到50度这样我觉得就是属于正常啦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不是属于一个 Gaming手机 他是定位在一个旗舰的手机上面 所以如果是讲你们想要就是 玩一些 就是真正在游戏上面的体验的话 你们都可以去 考虑就是 他的那个Gaming系列或者是你可以等他之后的黑鲨系列或者是你可以等之后 有Gaming厂商用这个小龙888的这个处理器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拿来拍照啊或者是你想要来来工作上面用的话我觉得这一台手机就是蛮值得 因为他的重量不会套太重 然后他的这个 所有的功能都是给到你们比较好的功能 OK所以然后最后我们要跟大家讲就是 我们有开了这个YouTube的这个Channel OK所以如果是讲你对这些手机的评测或者是手机开箱这些东西的话是 有兴趣的朋友 你都可以来就是我们的这个YouTube的这个频道 然后来订阅我们的这个Channel OK你订阅我们的Channel的话就是 下一次如果是讲有新的影片或者是讲 有那些 我们有在做直播的话 你都会是第一个时间会收到我们的通知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在这个地方点击订阅 然后旁边那个小铃铛把它打开 OK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来观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们的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